乾隆最爱的女儿既不是紫薇 也不是小燕子 而是石公主 乾隆帝是个女儿 这个女儿既不是皇后嫡出的 也不是宠妃生的 那乾隆挺什么最宠她吗 这里面其实有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女儿 是乾隆在65岁的时候生的 65岁还能让妃子怀孕 乾隆帝是挺厉害的 不仅如此 这个女儿连性格 长相都很像乾隆 乾隆甚至还说过一句话 说石公主要是儿子 我一定把皇位传给她 石公主不仅乾隆帝宠她 哥哥兄弟宠她 侄子道光帝都很尊敬她 听上去她应该是风光无限的 但其实她的命运很不幸 她不幸的开端就是她的婚姻 她嫁给了和珅的儿子风生英德 后来乾隆驾崩 嘉庆帝把和珅抄家论罪 在和珅倒台后